亚洲电视前主席邱德根一仔 邱达昌、火柏、信德集团 董事总经理何超瓶 和广州负力地产主席李斯廉等 向通讯局申请本地免费电视牌照 通讯局就说已经收到 目前正是审核申请文件 永昇亚洲晚上发新闻稿说 计划开设全新的电视台 期望给市民更多选择 给电视人才更多发展的机会 成为世界级的电视台 未来6年会投资32亿 在硬件和节目制作 当中包括中英文台 和24小时新闻台 永昇亚洲由邱达昌担任董事会主席 股东包括以个人名义持有的 独立公司入股的信德集团 董事总经理何超瓶 和负力地产主席李斯廉 另外也包括一间管理资金公司 永昇亚洲除了申请本地 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 同时亦都申请综合传送者牌照 现阶段正是等待局方审核申请 通讯事务管理局回应说 上个礼拜三收到有关申请的文件 目前正是审核 会根据广播条例和既定的程序处理申请 根据广播条例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 经考虑通讯局作出的建议之后 可以发出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